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在非乡巧的责任感和幸福感 总结菲律宾湖南商会 在湖南与菲律宾的商务和文化交流活动 9月28日菲律宾湖南商会 在马尼拉市级海鲜酒店 隆重举办了一场迎国庆 庆中秋即香菲商务交流晚会 让出席的香桥 在其乐融融的活动氛围中 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 品味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秋节自古以来 就承载着中国人对家的依恋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次活动也让更多老乡 在新颖有趣的互动中 提前感受浪漫美好的 国庆中秋双节意境 同时也提醒了大家 我们菲律宾湖南商会 既湖南同乡会的同仁 不忘初心 肩负加强湖南与菲律宾两地的友好往来 和经济文化交流纽带作用的重任 菲律宾湖商会 既湖南同乡会徐印杨会长 在晚会发表致辞并表示 菲律宾是以农业 旅游和服务业为经济基础 隔海相望的东南亚重要东盟国家 把发展农业 作为振兴菲律宾经济的重点 布拉甘省 是菲律宾农业大省 华人在布拉甘省的农业服务业 发展势头空前良好 合作商业已然成熟 当前我们认为 湖南与菲律宾在很多领域内 都有着进一步的合作空间 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后 驻飞大使馆杨国良公使 携参赞 湖南省冒促会 湖南省国际商会 胡强副会长 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 施东方博士 菲华各界联合会郭从院副主席 菲律宾中国商会 侯氏炼会长 布拉甘省秘书长 以及潘迪市长 湖南省楼底市谢学龙常务副市长 湖南省邵东市 龙威威副市长等贵宾 做了精彩演讲 最后受徐印扬会长委托 菲律宾湖南商会 即湖南同乡会 向西平创会会长 对湘飞两地政府领导 菲律宾友好社团 出席晚会的嘉宾和全体同仁 致感谢词 晚会文艺和游戏节目精彩封尘 高潮迭起 获得参与活动所有嘉宾的热烈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